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只有內容 感念鄭醫師疫情120多團體響應送花行動 加州旱情嚴重 州長紐森表示 不節水將強制限水 山羊吃草隊再出擊 南加約巴琳達市提前防山火 兒童社交媒體成癮 加州或允許家長提告索賠 首先我們來關注台藝教堂槍擊案 臺灣人公共述會會長李賢群 為了感恩鄭達治醫師的犧牲 發起了送花感念鄭醫師的活動 活動吸引全球120個團體名人響應 來康報道 近日發生在加州呈現的台藝教堂槍擊案 由於鄭達治醫師的英勇犧牲 傷亡人數滅於擴大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李賢群先生 為了緬懷鄭醫師的疫情 發起送花感念的活動 第一天的話大概就二十幾個團體 二三十個團體 第二天就暴增到四五十個團體 一直到現在第四天第五天 我們全世界一百二十個團體 我們是蠻感動的 全世界美國 加拿大 日本 歐洲 包括瑞典 溫哥華 還有澳洲 盧森堡 這些團體一百二十幾個 繼續在增加中 臺灣導演魏德盛 滅火器樂團 董事長樂團 以及前立委陳柏惟 現任立委林昌卓等人 接送花響應活動 花是對一個死者的悼念感傷的不捨 那我們今天看到鄭醫師這麼勇敢 臺灣人從這個事件中 我們是很驕傲的 我雖然是一個花學人 但是沒有這些臺灣人來支持的話 這個運動做不起來 當地也有不少民眾前來獻花 悼念鄭醫師並敬佩他的英勇行為 你不是只要為所有人在那裡 但你也是一個傻的心 你救了很多生命 如果這不是你 這就是我們為你愛的愛 我們計劃是說 我們要想辦一個燭光晚會 如果沒有他那一天那麼勇敢 這個秋季不知道會死傷多少人 新唐人記者玉金徐展成 加州城縣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隨著加州乾旱越來越嚴峻 加州州長紐森於週一發出警告 如果民眾不自發減少用水量 州府將實施強制性的用水限制 帶您了解 週一 加州州長紐森 與加州水協會 以及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商 針對緩解旱情召開會議 根據當天的新聞稿 紐森決定繼續採用心情的做法 將更多的決定權分配到地方稅務機構 根據各地情況抗旱 但紐森也發出警告 如果這種本地化管理沒有減少 全州夏季的用水量 將會實施強制性節水限制 事實上 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三個乾旱年 目前全州有近60%的區域 處於極度乾旱和超級乾旱的等級 從6月起 南加州洛縣 文圖拉縣 聖貝納迪諾等6個縣 將開始實施嚴格的戶外交水限制 600萬戶將每週只能進行一次戶外灌溉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野火祭 南加州約巴林達市再次放出山羊吃草除草 以防止野火的發生和傳播 每年的7、8月份都是加州的山火季節 為了提前應對山火 南加州約巴林達市已經放出成群結堆的山羊 來盡情吃草 同時清除可能引發山火的植物燃料 接下來 這群山羊消防員將幫忙清除 布蘭恩特公園22英亩的棺木叢 約巴林達市發言人告訴英文大紀元 人工清除野草非常困難 但即使是最繁茂的植被 一群山羊也可以迅速吃掉它們 因此很多社區都喜歡僱用山羊消防員 事實上 這已經不是約巴林達市第一年通過放牧 清除野草 市府將於6月1日 在布蘭恩特牧場公園 舉辦山羊見面會 同時教授民眾如何保護房屋 免受野火侵害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為了避免未成年人在社交媒體耗費大量時間 加州州眾議院於週一通過一項提案 允許加州父母以兒童成癮傷害為由 針對社交媒體提告 週一 加州州眾議院通過了AB2408號提案 將允許父母以孩童成癮為由 起訴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媒體 每次最高可以索賠25000美元 AB2408號提案規定 起訴條件需包括成癮孩童年齡低於18歲 且因此受到身體、精神、情感、物質 甚至是個人發展方面的影響 另外 受害兒童還必須想要戒掉社交媒體 卻因為成癮而無法做到 這家提案涉及的對象 為去年總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社交媒體公司 但不包括網飛等網絡影視平臺 以及電子郵件和短信服務公司 AB2408號提案在州眾議院通過後 將被提交到州參議院進行審議 一旦提案成為法律 將從明年1月1日起生效 但社交媒體若在明年4月1日前 刪除被認為會使兒童上癮的功能 將不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新唐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為了慶祝5月亞太裔傳統月 上週末 北加州團體《印尼之友》首次舉辦印尼市集 介紹傳統食物和舞蹈表演等 希望在灣區向更多人介紹家鄉文化 上週六 印尼之友團體在舊金山舉辦了第一個印尼市集 慶祝全美亞太裔傳統月 活動安排了印尼傳統服飾的特色舞蹈表演 活動安排了印尼傳統服飾的特色舞蹈表演 《甜米糕球》的印尼街邊小吃 這是很流行的 這是從蘋果島島 所以我稱它是蘋果島島島 美國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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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古代的傳統服務 是真正的方向的方向 印尼之友計畫在未來舉辦更多活動 與舊金山等地區民眾 分享印尼美食和文化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5月22日下午 美國神韻環球藝術團以一票難求的盛況 結束了2022年在南加城縣表演藝術中心 六天八場的巡迴演出行程 主流觀眾連連讚嘆神韻美妙絕倫 並表示深受啟發 分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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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神韻不僅讓主流觀眾了解優美的中華文化 也點名了中國的現況 神韻所有元素的無間配合 令觀眾印象深刻 很棒,很棒的表演 很棒,很棒的事情他們可以做 唱歌,音樂,舞蹈,舞蹈 又如何精彩和精彩 然後再次能夠展示 如何他們的文化是很棒的 這是一個歷史的歷史 信息和文化 它們被拒絕了 很值得記憶 新唐人記者王滋毅、張一淵 美國加州客散眉沙士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週末 南加臺灣僑團在內陸帝國 參觀了由僑民經營的糧基農場 並造訪當地的歷史建築 以慶祝雙親節來了解 來自羅省中華會館的120多位僑民 於上週末參觀了聖貝納迪諾縣的糧基農場 河濱縣的河竹園農場 與中國亭以及知名的米訊酒店 我是新竹人 新竹的米粉加肉燥 第二個呢 我們有控罵竹水 因為竹水是我們這邊生產的 選擇最好的豬絞肉 還有呢 油飯滷土雞蛋 河渣的台灣美食太棒了 很多的餐館都更棒 這麼好的水準要去台灣才有的 現在這邊只要走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可以來到這邊吃個美食 糧基農場的農場主也講解了蔬菜的倉儲 冷藏等物流知識 並分享了華人喜歡吃的蔬菜 業主負責人很熱心的 把提供各種新鮮的蔬菜給他們 了解到有很多種類華人喜歡的蔬菜 並且呢他們得到這個就是Lucky Farm 贈送給他們的這些非常新鮮的蔬菜 就是特別的這個雙重的開心 當天他們也參觀了 位於河濱市中心的中國亭 以及於1876年興建的 美國最大的修道院酒店 米遜酒店 新唐人記者楊洋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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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